耶利米书第十二章 耶和华 我跟你争辩的时候 总是你有理 然而我还要跟你讨论 有关公正的问题 恶人的道路为什么亨通 所有行诡诈的 为什么都得享安逸 你栽种了他们 他们也扎了根 并且长大结出果实 他们的口中有你 心里却没有你 但耶和华 你认识我 了解我 你查验了我对你的心意 求你把他们拉出来 好像江崽的羊一般 求你把他们分别出来 留待宰杀的日子 这地悲哀 田野的青草都枯干 要等到几时呢 由于这地居民的恶行 走兽和飞鸟都灭绝了 因为他们说 神看不见我们的作为 耶和华说 如果你与徒步的人同跑 尚且觉得疲倦 怎能跟马赛跑呢 你在平安稳妥之地 尚且跌倒 在约旦河边的丛林 怎么办呢 因为连你的兄弟 你的父家 都以诡诈待你 连他们也在你后面 高声喊叫 虽然他们对你说好话 你也不可信他们 我撇下了我的家 丢弃了我的产业 我把我心爱的 交在他仇敌的手中 我的产业对我就像 树林中的狮子向我咆哮 因此我恨恶他 我的产业对我不就像 一只带斑点的鸟鸟 其他的鸟鸟都四围攻击他 你们去聚集田野各样的走兽 带他们来吃吧 许多牧人毁坏了我的葡萄园 践踏了我的田地 他们使我美好的田地 变为荒凉的旷野 他们使地荒凉 在我面前一片荒凉悲哀 全地荒凉 却无人关心 在旷野 一切光秃的高纲上 心毁灭的已经来到了 因为耶和华的刀 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 要脱灭一切 人人都没有平安 他们种的是小麦 收的却是荆棘 虽然经疲力竭 却一无所获 因耶和华的烈怒 他们必为自己的出产羞愧 耶和华这样说 至于所有邪恶的邻国 他们侵犯我 赐给我子民以色列的产业 看哪 我要把他们从本地拔出来 也要把犹大家 从他们中间拔出来 但我把他们拔出来以后 我必再怜悯他们 把他们领回来 各自归回自己的产业 自己的故乡 如果那些临近的国家 真的学习我子民的道路 指着我的名启示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正如他们从前教导我的子民 指着巴黎启示一样 他们就必在我的子民中间 被建立起来 他们如果有不听从的 我就把那国拔出来 把它拔除消灭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